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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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次的狗兵 歡迎回到這次的狗兵talk 大家如果有看到17週 就是前一天發布的影片的話 大概知道說 誒 我的畢業設計告了一段落 那你這時候就會好奇的問我說 誒 如果我平常有follow你的instagram 為什麼在這一年內有看到我發一些比較負面的文章 就是說在表隊友啊 What's my teammate Justin that makes me so mad 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之前原本是想說每一種評一次我就錄一次 可是我後來覺得那東西太負面了 錄個七集 哇 這整個七集大家看來會心情不好 所以呢我就精簡的去挑出我之前傳給朋友的討論這件事情的對話 然後同時我會把他馬掉以示尊重 OK 那在開始之前 我前面有提到就是上一支的talk 有提到說某位老師他覺得他因為我寫了心得所以約談我 可是呢他之前他之前曾經在班上的公開的Facebook社團裡面 責怪我 我剛好有做這些截圖 對 他說麻煩大家去查一下演講者的名字的正確寫法可以嗎 老實講 他自己上網查還查到錯誤了 他自己怎麼不先上網查清楚呢 對 然後呢 他那時候留言用了一個非常嚴厲的字眼 同學你把老師的名字寫錯了 請上網查一下老師的名字的正確寫法 害死了全班同學 他用害死這兩個字 WTF 你身為一個老師你自己也不先查證 你既然都認識了這位老師或是知道這位老師 你怎麼沒有他的名片或是直接打電話去求證呢 學生都比你清楚是什麼為事 So what? Apologize? No She didn't say that 他就說 你害死了 害死 害死全班同學 Fuck man Fuck 欸 為人師長 很多為人 應該說中華民國很多家長老師 都不知道自己犯錯了要怎麼跟小孩子低頭承認自己的錯誤 也不會忘了都不會說聲 對不起 這是你們要去學習的 OK 反正老師這件事情 稍微講完了 Let's keep going to say about our presentation 就是我們畢業設計的部分 然後這一張照片呢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來不及完成就跟老師一言時間 這個呢 我要回到 對 然後後面又有在Instagram發我罵的東西 對 一開始是這樣的 我們所有人 在一開始做基礎的基地分析調查之前 都會先做 先拿到底圖 先了解這個區域位置的關係 拿到這個底圖以後 然後 基本圖 就是道路啊 房子啊 可能怎樣 三四個走向 這個叫做地圖 然後呢 再去做分析說 主要幹道叫什麼名字 知道叫什麼名字 然後 山坡的地形怎麼走 然後 陡坡之類的 我的隊友 我那時候 第一次總評完 我就跟他說 你跟我說你 排版不行 你文字敘述不行 那你 我就說 那你至少基地分析 你做圖 行不行 我就要用GIS這樣子 然後呢 他跟我說 禮拜二跟老師拿到 他就說好 禮拜二跟老師拿到 GIS的底圖 就是 的那些資料以後 我跟他說 禮拜六 把底圖 先傳給我 然後再傳其他分析的基本圖 禮拜六 傳了一張 土地使用分區圖 我講的是底圖 不是土地使用分區圖 如果你想要知道 那個差異在哪裡 自己上網Google OK 不多做贅述了 Anyway 然後 再來之後就是 他過 然後呢 他過到 禮拜 我就跟他說 大哥 那個 底圖 優先底圖 結果呢 他六日都沒有回 然後禮拜二 我們禮拜三要跟老師meeting 那禮拜二問我說 GIS要怎麼切圖 Damn bro If you got a question you must ask me on a weekend Why did you ask me in front day 就是在 為什麼在前一天 問我這件事情呢 那代表說 你假日沒在做事情嘛 然後呢 我就說 你有GIS有問題 第一個 我GIS我真的很不熟 Please 去問別人 你要嘛問同學或問老師 我說我問了 我說你問誰 以前大師畢業的同學 靠腰 人家對你沒有那個 直接的關係 他沒有那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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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需要對你有那個責任去回答你 然後呢 我問你說你家在幹嘛 禮拜六帶媽媽去看醫生 禮拜天帶自己去拿藥 靠腰你了不起大醫院 媽排五六個小時好了 你剩下十三個小時 都在看電腦螢幕看 What the fuck man 我那時候氣到沒去 然後還被老師唸 對 那是我第一次氣到在 Instagram上面發文 叫他 然後這裡又有一張了 就是 我那時候有說 有一些圖 如果你可以做 那個簡單的敘述 你就打個簡單敘述 然後呢 這個是地形的 就是地勢圖 地勢的那個 那叫什麼 波像的 波像圖 對 然後呢 他的文字敘述非常的可笑 有土可知 基地位置 臨近三地 因此可判斷 當地自然生態豐富 生態環境較為豐富 人主要活動範圍都在平地 因為很陡峭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三地 然後我連帶的也知道 他是 自然環境豐富 這邏輯哪裡來的 欸 第四陡峭 越世界 第四也很陡峭啊 生態環境豐富嗎 I don't get it 這個邏輯 Seriously 我有一些太小東西 不想罵 就是 字體的大小啊 字體大小 或是 那個 字型的選擇 有些東西又沒選好 對 那我現在就憑我目前最有印象深刻 就是 剛來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有一次來找我 然後他說 他其實 當下 看我那麼生氣我不敢問 然後說 說 說 他原本想問說 什麼是底圖 幹你娘 你他媽這樣轉 跟我們一起念 從大二 念到大四 二三四 三年了 然後你居然跟我說 你不知道什麼是地圖 奇葩欸 奇葩 真的是奇葩 對 那件事情 我印象非常他媽之深刻 然後最近其實也有一些讓我也蠻惱火的事情 OK 那我就講一些比較最近的東西好了 倒數 第一次還第二次 那時候 就是要在 合作大圖 就是做大圖這樣子 那時候的設計已經拆開來做 為什麼會拆開來做 因為我跟老師說 他每次就是這樣 每每要跟老師討論一些構想或是概念 就說 我這禮拜沒有什麼想法 我這禮拜沒有什麼idea 還是先用你的 你每個禮拜都這樣子 你都不用想 然後就用我的 設計 是兩個人 共同的 東西 尤其是畢業設計 然後 你卻總是說 你提不出 你想不出 你想不出來 用你的 那你 請問你來念這個科系幹嘛 對不對 反正呢 那時候呢 就拆開來做了 這已經拆開來做之後了 然後呢 叫他傳個拍板給我 然後呢 他的圖 我看他的透視圖 那時候我在趕活的模型 我要模型 要給老師看這樣 要總評的時候拿上去 然後看他透視圖 很不行 但事後呢 其實也被 老師打槍 就是說很不行 你要重做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講 我說 他說 現在八點 晚上八點 你花一點時間 去把你的圖做得更好看一點 好不好 好呢 過了十一點 他傳了這張圖給我 我會附在 這個位置 他媽的 用一張現況的照片 然後呢 上面P了一台車 跟一個公車停 他的公車停是設計重點 重點是還給人家看側面 側面 然後呢 車子還沒有P印印 那你花三個小時做這張圖 問號 我 如果有在看我的影片的大三的同學 這張圖 你們要花幾個小時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對 那後面 真的是 我舉例啦 我後面講這件事情 後面講 講一個最近最後一個 最讓我不爽的事情好了 就是 我們的美宣組 必酬會的美宣 他們有要做一個展版 對 就是各組的展版 那有關於基地的內容 就是文字的敘述這樣子 ok fine ok fine ok fine 靠北 ok fine whatever 那我的報告書 報告書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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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最一開始 我主要是叫他做圖 對不對 我剛剛有提到 那 有關於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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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的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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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呢 這些東西 都是我 在第二章節的 第二章節等我一下 我翻一下 這裡的相關文獻 當初我查了超過五篇的這些相關文獻 這些相關文獻內容 才寫出前面的 緣起 跟 研究 的那些東西 那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兩三頁滿滿的資料 你知道嗎 他們這些東西呢 那位大哥傳了訊息 然後呢 丟了那個檔案說 我覺得 那個 可以把這個東西 放在那個PPT裡面 我說 然後呢 我又說 你這個東西 有寫跟沒寫一樣啊 這東西就是我寫的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然後呢 後面又說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說明 我們做的基地 以及對他未來的發展 你他媽現在是機器人是不是 怎樣 花大財 Abby 很好 你才是 高雄發大財 發大財 高雄發大財 發大財 發大財 你他媽現在機器人 就只會講發大財是不是 我自己 打的我怎麼會不知道 你現在想要來裝認真都來不及了 那個當初就是我寫的 然後呢你現在怎樣 複製貼上 然後跟我說這個要放在那裡 你跟我講幹嘛 我本來就會做啦 那你幹嘛還要多死一局貼給我 讓我看得很不爽 對啊我就說 這算我當初是我自己寫的 我怎麼會不知道 你有必要再傳一次給我嗎 我是說你沒事不要再密我了 對 還有一個小事情可以講 總評的時候他跟老師說 他主要是做公車牌 老師牌 說幹你模型做這樣 不要拿上 你模型做這樣 乾脆不要拿出來 然後說你這個設計是 20年前在南部鄉下會看到的設計 DAMN F**K 老師很嗆 真的很嗆 然後呢重點是他撿爆的時候 中間有講一個 因為這裡 因為不喜歡用木材的原因 是因為怕這裡多餘 容易腐爛 然後呢老師就說 你前面一看說這裡是屏東 滿洲 欸 bro 所有的小孩都知道 屏東 所有台灣小孩都知道 屏東 本來就降雨量很少 然後你跟老師說 怕多餘這裡的木頭會腐爛 欸 你為了小東西腐 後來 你為了小東西腐爛 卻忘記了整個大空間的 時空的背景架構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 不太行 anyway 反正最近也快結束了 那 你看到我最近的笑容 就是稍微有一點笑容 我之前因為這件事情 壓力大到就是 除了睡不著 失眠然後 手會長一些泡疹以外 我曾經夢到 我那時候甚至是 有一個想法說 幹 總評之前 自殺 或是 我拿槍去 把老師殺掉如何 這樣就不用評徒啦 對不對 我那時候 真的有一天做夢夢到 我拿著手槍 消音手槍 然後呢 在總評的現場 62位 老師生 我殺了一半 我殺了31位 我永遠記得是31位 對 對 結果呢 做完這個夢 起來就覺得 好有壓力喔 那時候還以為說 我可以逃過法律制裁 結果呢 隔天睡覺 夢就是被判死刑人 幹 但是那時候也就 很 很 泰然的接受 所以 如果有在看這支影片的 大二大三的學弟妹 也確定要走這一行 嚴正的警告 各位就是 請 盡量找 你曾經在大三一起合作過 製作報告書的同學 成為你的隊友 這樣子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疑慮 不要看他外表一副好像 認真 其實不然 有些人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 文質冰冰 實際上 就是 內為敗序 內為敗序 那就 這些事情 都有憑有據 那 曾如各位上上看到一些 零零種種的一些 文字敘述啊 畫面啊 截圖啊 其實大概都 大家都可自由心證啦 那有跟他一起製作過的同學 其實多多少少都心裡有數 只是相對來講 他本身比較低調 那就是想說 就是最後的結語 就是要跟大家說 請勝選隊友 如果真的是走本科系的 本行的 請勝選隊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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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設計的話 會是一年 滿漫長的題目 那 多花點 多花 必定會花點時間 如果心不在此的 還是要花時間 畢竟那是你的責任 不要像他這樣子 好不好 不要像他這樣子 And That's all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And 影片也差不多了 長達18分鐘 將近20分鐘 那電池也快沒電了 請跟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或是看法 如果我太偏機 我不會道歉啦 畢竟 I say shit 然後我也保護當事人 會做 會將訊息做全馬處理 And that's all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And also leave your comments And that's a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I'll see you next time I'll see you next time I'm